大家好 上期我们速读了盗墓笔记之穷隆石影的故事 今天咱们继续进入盗墓笔记大结局的原著解读 本期内容会涉及到前几期的剧情伏笔 没有看过的小伙伴们可以先从开头追求 上期说到 无邪想要组建队伍深入广西巴奈 营救胖子和闷油瓶等人 却被潘子告知 三叔吴三省失踪多日 底下盘口各怀鬼胎蠢蠢欲动 原来自从长沙成立盗墓体系后 三叔就被推到了铁筷子之位 铁筷子负责掌握古墓信息和位置 属于绝对的领头老大利益的剥削者 旗下分别有四大盘口巨头和一些小盘口 每个盘口主要负责两个业务 一个是下地拿货叫做喇叭盘 一个是设计运输路线交易和接货 叫做马盘 而随着底下盘口的多家势力越来越大 他们都对三叔的位置寄予已久 但以前有三叔镇着 他们不敢造次 现在三叔消失了 一个个全都蹦跶起来了 为了夺回三叔账目 召集人员前去营救胖子等人 无邪在谢宇晨的安排下 戴上了三叔的人皮面具 假扮三叔 可是别人也不是那么好扮演的 即使这个人是他最亲近的人 无邪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去找跟随三叔多年的潘子验证 但他脸上特有的犹豫表情 还是被潘子一眼认出了 因为三叔从来都是雷厉风行的人物 解决不了的人 那就用拳头去解决 盗不了的墓 那就直接铲平了他 就在无邪揣摩三叔的人物性格时 三叔手底下的马盘王八丘 带着四个人拦住了无邪二人的去路 哟 这不是三爷吗 啥时候回来的 也不跟兄弟们说一声 无邪意识到 只要出声就势必会露馅 这时他想起了潘子的话 立马收起犹豫神情 直接抡起拳头 照着王八丘那副奸诈的嘴脸上 就是一拳 看到老大被打 四名手下立马冲上来 再看潘子 早已从背后抽出砍刀 潘子的不要命 在道上人尽皆知 吓得几人灰溜溜的逃走了 可潘子告诉无邪 这不过是开胃小菜 明天是各盘口交账本的日子 那才是重头戏 为了避免露馅 无邪要做的 就是尽快变成三叔 并模仿三叔的招牌动作 隔空摔账本 另外 由于无邪不认识盘口的重要成员 潘子还贴心地将他们标记成序号 每个序号 对应每个成员的性命和位置 第二天 无邪二人在前往收账的路上 再次被王八丘的人拦住去路 潘子拼死抵抗 但还是遭到偷袭 背上被砍出一道大口子 就在二人被杀到绝境时 谢雨晨和霍秀秀及时赶到 护送二人前往茶馆 此时的无邪终于体察到三叔这些年的辛苦 此刻茶馆中 里里外外围满了人 正中坐着无邪假扮的吴三行 下面则是盘口四大巨头的座位 只不过马盘盘口 王八丘没有来 为了避免露馅 潘子对外宣称 三叔前段时间做了嗓子手术 没法讲话 各位爷该叫东西了 此话一出 本就不服的四大盘口之一 也是王八丘的死党余贩子开始打混 以哭穷的方式拒不交出账本 俗话说 杀鸡儆猴 枪打出头鸟 无邪便以陈皮阿四的死讯 震住于贩子 让大家误认为 陈皮阿四是死于三叔之手 并授意他们可以蚕食对方的盘口 余贩子一听 三叔这事做得够绝呀 立马起身准备离开 却被潘子当场拿下 其他两大盘口果然被震慑住了 一个个乖乖交出了账本 无邪看完账本后 按照流程把烟灰缸扔给潘子 以此表示账本不对 结果 潘子因后背伤势严重 直接晕了过去 而四大盘口之所以害怕三叔 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忌惮恨人潘子 看着潘子被送去医院 底下人乱成一遭 无邪还想使出三爷的招牌动作 隔空扔账本 结果发现 序号位置全都乱了 但动作已经收不回来了 紧急情况 无邪只能喊出 没有一个好东西 都给我滚 可不料 这句话让渔贩子听出了猫腻 他当场表示 我早就看出三爷是假的了 直接令人将无邪等人团团包围 不多久 王八丘也带人赶到了茶楼 两人将这里围的是水泻不通 眼看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那么无邪能否化解危机呢 且待我们下期再来揭秘 关注本专辑 带你走进盗墓笔记的世界 让我们下期待